澳門十三號宣布 從今天的零十起 所有入境前到過 臺灣的人士 入境之後要隔離二十一天 由於臺灣最近出現了多起的新型 冠狀病毒本土案例 澳門相關單位宣布 從十四號的凌晨起 所有入境前十四天內 到過臺灣的人士登機 必須持七十二小時之內 做出的核酸陰性證明 入境之後也要按照澳門 衛生當局的要求 在指定地點接受十四天的 醫學觀察以及最少七天的 自我健康管理 總計是二十一天